高掛民進黨黨旗涉案人就是曾到NCC噴漆 還有打電話恐嚇NCC委員的田姓男子 已經主動投案 檢察官訊後無保請回 但由此可見人民的不滿 高宏安助理費爭議風波越捲越大 外界質疑執政黨是藉此來打擊 柯文哲的2024總統威脅 一條一條被的滾瓜爛熟 柯文哲心中怒氣也想宣洩 尤其過去警民立委的案件 都沒這回鬧得那麼大 甚至立法院長游錫坤日前說 收到北檢公文 同意搜索高宏安辦公室 也被北檢打臉說 根本沒有事先發函 我想一切都還是回歸到 就是說我們尊重剪刀的程序 那也相信他們的專業 至於說外界有提到的這個比例原則 我相信當然社會上都會自有公平 畢竟自己案子纏身 在不滿也只能隱晦的說 反倒是綠營不停猛攻高宏安 會不會一失三命 打磕又打國 你的心靈欲望有高宏安 沒有 你會不會覺得是想要打扮 沒有沒有 我我跟你講今天是 這個地方不好問這個東西 眼看子弟兵高宏安有難 郭台銘就算想幫忙解套 也無法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TVBS新聞張家寶專業科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